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加密貨幣新手的問題 很多網友都經常問我,加密貨幣現在這樣的價錢沒有什麼可能買 那麼貴,比特幣幾十萬怎麼買,都不知道買什麼 有些難題就是開戶很難,又不是很多資金,那怎麼買呢 我今天就一次過就解答你所有的問題 首先解答了大家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開戶難 如果你好像我幾年前那樣開一個交易所的戶口 我覺得你一定會想死,因為超級那麼難,很複雜 你搞幾天都開不了戶口,加上那時候的市場是沒有那麼成熟 應該說沒有那麼多人參與,你的交易量也低,買賣也很稀疏 Market也很闊,所以基本上你當時投資加密貨幣是很高的 但是現在我覺得是非常之簡單 今天我想介紹一個平台就叫Kiki Trade 它這個平台簡單講就是快靈正 因為你開戶超級那麼快,最後我會跟大家講一個優惠 大家記得留意片尾了,開戶一點都不複雜 都是做那些KYC,但是我自己實測過之後 它連身份證都是沒問題的,也是很快,就不會很難 如果大家有開過一些網上的銀行或者網上的服務 要你拿身份證,用它的相機來認的話 你會發覺很多時候,一是認不到,一是蒙,一是不敢sharp等等 很多很麻煩的東西 但是它這個平台就沒有這個問題的 我當時就很快就已經開了一個戶口了 所以開戶難這個不是一個問題,再不是一個藉口 說我開不了一個交易所的戶口 另外就是入錢也都超方便 一點都不複雜的,你可以用FPS過數,也可以用銀行過數這樣 入錢進去也是不收手續費的,所以大家也是沒有難度的 兩個問題解決了,第三個問題就是,我怎麼買好呢,買什麼好呢 其實有些文章已經講過了,大家可以去這個地方看一看 很簡單的一些策略,其實一點都不複雜的,資金也不多 我當大家真的很少資金,真的很少很少,只是用一萬元去投資 當然這個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分享,不是投資建議 大家成年人,你自己用回自己的思考邏輯去看看是否應該這樣做 我自己覺得,如果一萬元去投資,那怎麼做呢 編文章已經講過了,大家去看看 接著下去就是,它有什麼好處呢這個平台 首先它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很大量的用戶 還有它是澳洲認可的一間公司 以及已經是做得非常之好,成熟 但是我自己個人覺得最正的就是,因為它介面簡單易用 基本上是一個新手的user friendly的一個界面 那你不會說,有一些app有很多按鍵 你都不知按哪裏才能做到 基本上你入了錢之後,你做交易,那就很容易很簡單 還有一件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現在多了一個活期的理財 那如果大家都知道,有資金在銀行的話 基本上你的利息就很低了,即是零點幾厘,一厘都不夠 但是如果你買了它,譬如BDC或者ETH的話 你基本上是可以得到2%的年利率的,那是非常之正的 那就不會怕,好像買了一些錢,買了一些加密貨幣 其實你不是責貨幣,反而是每個月都有增值你的錢 因為它是有一個2%的增長的 那可能大家有些說,2%這麼少,太濕碎了 我可不可以賺多一點,是可以的 那它還有呢,用USDT是可以有8%的年利率 如果大家有買的貨幣都知道,USDT其實是一個穩定幣 那很多時候我們賣出賣入,就不會轉回港幣或者美金 那直接轉回USDT,因為這個幣就很方便 就在不同平台都會接受這個穩定幣去做交易的 那所以呢,譬如我看好這個加密貨幣 買BDC由4萬多元,買到現在5萬多元 那我賺了1萬多元,我想買了它,那我就不會轉成港幣 我就轉成USDT,那接著我就等另一個機會再入市 那就非常方便了,但是你可能就說 USDT放在這個交易所那裡,那就沒什麼數 那這個地方KikiTrade就有好處,就是給8%的年利率 所以就非常之正,那大家都知道8%的年利率 8%其實就是現在的人很流行買樓收租 你根本3,4厘就已經很厲害了,就算做了劏房也沒有8厘 但是這個很輕輕鬆鬆,你什麼都不用做 就是放在這個交易所裡面,就有8厘的利息 那就非常之正了,那又給多個表 大家可能覺得,現在很流行為一些虛擬銀行的 那虛擬銀行會不會有更好啊,好像更多些呢 但我呢,就不是的 那你看這個表就知道,其實很多虛擬銀行 其實是有限制的,甚至是呢,譬如是20萬以上 就要投了20萬才有1% 那有些甚至是100萬才得的年利率,一厘都不夠 那所以呢,虛擬銀行基本上呢,和它是沒得廢的了 那8厘和這些一厘不夠的一定是沒得廢的 就算有些很厲害的,去到3.6厘好像很多 那都是只有2萬元而已 就是你給多一點點錢都不可以的 那但是現在KKTrade這個呢,就非常之正了 用USD就有8% 就是這麼簡單,而且又非常之方便 你需要的時候就把它轉進去這個理財戶口 那就搞定了,那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需要那時候做買賣加密貨幣呢 把理財戶口的錢轉回去交易戶口 那又可以立刻做Trade的了 那所以呢,很有靈活性,很有彈性,那就非常之正 那好啦,那不如就說一下,有什麼償先 大家想不想,我立刻拿500元 立刻拿500元,那只要你在它這個 開了一個新戶口,當然是新客戶 新客戶跟著就入錢1萬元 1萬元之後呢,就立刻用下面我這個連結 就可以得到500元的了 那我自己實測過是真的拿到錢的 是真的拿到500元的 那就是說,你無緣無故1萬元就多500元 那這樣就非常之容易了 那還要1萬元可以拿來投資 那不如又看看,其實有什麼幣可以投資呢 那如果你在1個月之前 那跟風買這個9幣 Elon Musk都說支持 那你發覺呢,現在輕輕鬆鬆 1個月就已經升了11倍 那如果你有看他們的Reddit 你發覺很多很年輕的人 根本當時真的用父母給他們一些聖誕的利是 不是叫利是,聖誕的錢 給他們去買東西 跟著他們全部都買了9幣 那現在就已經是 有些又說買車 有些又說甚至買房子 那可以是很誇張 那所以其實加上貨幣市場呢 其實這些故事經常都出現的 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 那如果你有很多藉口給自己 那樣難,那樣難,又不開戶口 那我都幫不了你了 那當然啦,所有東西都有風險的 投資的東西 一定是自己做決定 那不要相信人 也都不要相信我 那你自己做完功課 那你覺得哪一種可行 參考了多些專家的意見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很好的前景 那我就很慶幸自己 一早有參與這個加密貨幣 也都是得到一個不錯的回報 那也都希望大家有非常好的成績 很快就達到財務自由 得到理想的回報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你有興趣開戶口 那在下面的連結 就可以拿這個500元的優惠 那就很簡單 一點都不難 如果有問題就再告訴我 就這樣吧,拜拜 拜拜